在一片草地上,住着熊妈妈和她的两个儿子。 他们两个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和睡,从不帮妈妈干家务, 所以大家都叫他们大懒和小懒。 一年夏天,天气非常热,太阳像火炉一样。 妈妈在木屋里干活,热得吐不过气来, 大懒和小懒却躺在树荫底下睡大觉。 小懒和大懒说,妈妈,天气太热了,我们想吃西瓜。 熊妈妈对他们说,妈妈今天太累了, 你们俩自己去买个西瓜回来吧。 大懒和小懒只好懒洋洋地出了门, 在太阳公公的照射下,他们不停地擦着汗, 边走边歇,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山阳公公的瓜园。